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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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郎哥 你們男人們真的很奇怪耶 一起出去玩的時候呢 你明明就不知道路在哪 為什麼都不問呢 我會知道在哪裡啊 好 那我們出去吃個東西排隊 為什麼你們都要臭臉呢 省很多嘛 而且 都是你們要排的啊 好啊 那買東西呢 為什麼你就堅持不殺價 很多人在看我們耶 所以你看嘛 現在是你的問題 還是女人的問題呢 應該是你們女人的問題吧 誰的問題 我覺得 像剛剛最後講的殺價嘛 殺價是勤儉持價 排隊 排隊是一種美德啊 是 對不對 第一個 路 問路是節省時間 是 對不對 所以講來講去 還是你們女人隊啦 是 剛剛好 對對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聊的是 為什麼每次出門都要吵架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男女生出門就是會吵架呢 都是男人的錯啊 真的 是嗎 我們今天請到了演藝圈呢 三位呢 出門你最快好不好 最快 三分鐘就出門 好不好 最快的女人團 歡迎他們三位 歡迎 嗨 當然呢 我們今天這邊呢 很多都是呢 在世界各國的型男 接受過各國訓練的對不對 是的 今天現場來的六位聯合國型男 分別是來自澳洲的捷克 日本的夢多 美國的杜立和安卓 還有德國的賀少俠 和巴西的費丹尼 當然還有台灣代表 哈孝遠和郭欣 到底型男們出門 女人會不會一肚子氣呢 三分鐘能不能出門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沒有問題 三分鐘多了 不小心 對不對 還要三分鐘 籃球國手 我們也是受過軍事教育的 對啊 我們一起床 馬上穿好衣服就可以打球了 哪有 他能選擇的衣服多嗎 當然沒有啊 所以隨便穿兩件就出門 他三分鐘出門 你能說沒有嗎 我跟你講我穿今天這套 你最重要去吃喜酒 你有沒有尊重像新郎跟新娘 我買不到衣服嘛 那不然怎麼辦呢 你不要說吃喜酒 他早上鞠躬也是穿這一套怎麼樣 太好了 很快了吧 最快好不好 鞠躬穿的太紅了 隨便 有點紅 而且我們還有個最帥的回來囉 我們的歸國華僑捷克回來囉 捷克 現在就有朋友們 不要再問他在哪 他就在這兒 不要再幫杜思梅難過了 他的老公回來了 我剛剛還跟郭靜寧講 我說他一定會喜歡你 他是杜思梅的老公嗎 是 我跟你講他個性邋遢 然後呢 又討人又愛講人家壞話 然後其實脫光光很醜 他喜歡肉肉的啊 所以我說要選給我選我這種啊 自己在搶了就對了 我可以為了你離婚喔 我可以亂講 我可以亂講 他是你的菜嗎 你會喜歡他 你脫衣服了 你脫衣服了 他熱了 他為了你脫的 他看到你熱了 對 不方便啊 而且不是... 你看心靈剛剛一講完之後 就可以噼噼噠噠噠噠噠噠噠 我很難想像 你跟你老公出門前吵架 是不是你也這樣 沒有 我其實都很以那個夫為天 今天要不是那個真的 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 才想到幾個 終於可以數落他的 超久 有想很久的 我大概一個月前就接到這個題目 想好久喔 我老公真的很妙 比方說呢 他永遠在想到的時候 他就是要馬上執行 他是那種譬如說 現在我要去洗澡 砰砰砰砰砰砰 他就去洗澡 現在我要吃泡麵 他就是那種 他沒有辦法等 他沒有辦法等 把冷水然後煮開 他用熱水壺的熱水 放到鍋裡頭 然後把它煮 這樣子就可以很快吃到泡麵 所以當他決定要出門的時候 那就很可怕 然後他出門的時候 就砰砰砰 就穿好了 可是問題我 因為胖子平常在家 每次也會流汗 所以衣服也不多嗎 選擇衣服還蠻多 比哈夏也多一點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變成說我要去洗澡 洗完澡之後我還弄我女兒 所以變成說 我有一次記得我出門的時候 就洗完澡出來的時候 全身透光光還在擦的時候 我發現我女兒還沒穿 但我老公已經全部穿好 帽子也戴好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說那你可以幫陳品 就是幫兔寶弄一下嗎 幫他換個布布 好 他就開始幫兔寶換布布 可是男生換布布的方法 跟女生不一樣 他就是堅持不用濕紙巾 可是有時候女生 上廁所那個 還是要弄一下濕紙巾 插一下 對我說你可不可以弄一下濕紙巾 他就好 就弄濕紙巾 然後弄完之後咧 他的那個尿布就亂黏 我說你可不可以黏得剛剛好 然後到最後他就火了 他到的狀況就是 兔寶一丟 然後就走去 兔寶一丟 兔寶一丟 兔寶在床上 兔寶在床上 對 好險他丟得很準 樓下管理員有接到 不是啦 他是把兔寶丟在床上 因為兔寶本來就在床上 他就這樣尿布一丟 然後就出去外面 生氣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默默地接手 因為我知道我講得太多了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講一下有什麼關係 我就默默接手 然後把尿布帶好 但也不對啊 因為如果你們是為了這個東西吵架 是不需要在出門前就可以吵的 因為他的方式應該都是一樣的啊 可是沒有 因為他出門趕時間 他平常在家可以趕忙 他就覺得他已經穿好了 為什麼還在脫模 對 趕時間就是有個情緒的嘛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急的人 再碰到慢的人 你真的會發火 真的 因為我老公是一個非常慢 譬如說 看得出來 我們今天這個 沒有 他不是慢 他是 石頭枯木 你好敢講而已 譬如說 九點要出門 所有行李 我在前兩天都整理好 我老公是只要人出門就好 然後我大概七點半我就會起來 提早一個半小時起來弄嘛 弄完之後 他老兄還會睡到八點 然後八點會跟他說 老公 九點要出門喔 八點囉 然後他就起來坐在那邊 大概還要再坐個十五分鐘 然後會這樣一直拖 拖到我已經全身穿好 行李已經推到門口了 然後已經在門口旁邊這樣了 然後他一定會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人都這樣 一定會在要出門的 那十分鐘到五分鐘 他說 真的 我也遇過一個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進去 如果你是進去 在三分之中之內 跟我上完就好了 進去了十五分鐘 超久 還要帶書 書還要帶什麼 還要帶書 然後我說 我在外面我就說 你好了沒 你知道女生就會愛囉嗦 我說 你為什麼每次出門 你都不能提前上廁所 他就給我唸了 他就在廁所很大聲地說 請問你上廁所 你能提前嗎 講得很有道理啊 不是 不是 這個你們沒有感覺嗎 對 這個 我個人有這樣的feel 就是說 因為你會想說出門 上廁所不容易 不是 這個不是老人的陣頭嗎 也不是 就是說不容易 可能外面的環境 跟你家裡面的環境 不太一樣 沒有辦法隨時想上就上 那你會想說 要不要上好一下廁所 然後我們再安心地出門 這就好 為什麼不能提早 半個鐘頭擦 不是 這有東西 這樣講完 好 那你這樣子 我們講不完 我們用投票來決定好了 如果你在出門前 會想要上廁所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擦 蛤 這麼多啦 怎麼啊 天啊 我都有毛病 為什麼 不是 因為有一句台語禮語也有講 要放棚 不放緊緊 你知道嗎 你去到外面了 有沒有 你到了外面 你真的要來的時候 那種是擋不住的 你一定要先在家裡把它放掉 對 那我知道 那比如說八點前出門 你就不能七點起床嗎 七點半起來啊 可是問題 人是有生理時鐘的嗎 他就是一定要八點五十五分 他才會來啊 什麼叫五分才會來 郵差 而且通常這種概念 都是在你已經在門口準備穿鞋子的時候 對 突然想到的 對 沒錯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導航模式 可以引起你們 你們又在門口一直唸 一直唸 因為你們是我們更想要上廁所的感覺 沒有 因為你們真的八點五十五分 因為你們女生都便秘 所以你們不懂 你知道嗎 我們哪有便秘 這個是一個 你才便秘 突然很想 例如哪一些話 你看到老婆的臉嗎 你們說 哈哈哈哈 就想八點嗎 哈哈 沒有像 出門直起也是這個 這個問題 還有回家的時候 我回家一直可能在捷運啊 走路沒有問題 但是快到家裡 很突然有這個感覺 對 真的 真的 會這樣 真的會這樣 這個我讓我切身之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李先生每一次只要踏進電梯 準備回家 他就會從地下室說 快 電梯快了 我要上這 快 真的 我們已經可能很久 只要靠近家門 感覺就會來了 對 是有什麼問題 對 還有就是 去你很喜歡的地方 你也會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比如說去什麼我 比如說去什麼書店 會 DVD店 或賣那個 電動玩具遊戲卡夾的地方 你就進去很開心 可是逛兩圈 你就會覺得 奇怪 怎麼肚子突然腳痛 你知道嗎 有沒有這樣 是什麼 應該只有你吧 對 什麼奇怪的地方 其實是看到什麼樣的書 跟什麼樣的DVD 讓你有這樣的概念 沒有 對 只要一進去就會有 因為覺得很開心 可是我這個 是個舒服的地方 好 那郭馨你看到什麼 會特別有這種概念 就是特別有這種的想法 滷動的感覺 草地 我就是只要 沒有 我就是真的 草地 他是草泥馬 看到草很High 沒有 就是到家前 就會開始有這種感覺 你是出門前跟到家前就對了 可以這樣 可是我是比如說到高鐵站 現在距離我那一班高鐵 或是飛機 可能還有五分鐘 要走了 哇 我就一定要把握那個五分鐘 我一定要來 你真的更危險 可是這會有一種成就感 就是你會覺得說 你可以在這個迅速的這個時間當中 完成這一切 可是如果 然後結束 如果到一半沒有辦法解決 那不是更痛苦 我就把他夾斷 而且 真的 我就把他夾斷 你不要跳有畫面 我有一次又這樣 如果我要上飛機 然後是Final Call 然後我就有這個感覺 你就不是跟哈喬演戲一樣的意思 因為你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在飛機上的時候 他們要快要take off 你不能去上廁所 你要等 然後有時候 那些飛機要排隊 對 可能要等半個小時 這個 這是很 真的 在飛機上上廁所很丟臉 我們打籃球的 三秒鐘之內 可以投進可能好幾個球 決定勝負 五分鐘算得了什麼 大個變而已 真的 而且你還是會 廁所裡面投三分球 對啊 很準我跟你講 好多勒 我會 因為我很會大便 超會 五分鐘 這個要不要再開一集 沒有沒有 你會不會人家也要開一集 所以我每次在 那個走道上遇到你 你都自己 對對對 因為我基本上 我一定打三次 然後呢 而且我會看到那個五星級的飯店 特別想要大便 所以你到外面碰到五星級飯店 你也會進去想要就是 用一下廁所 沒有沒有 莫名其妙 或是那個比較高級的白火公司 有沒有 對 對嘛 所以我知道台北市 哪一個白火公司的洗手間 比較乾淨 請告訴我們哪一間 那個尾峰的樓下 還有成品 我跟妳講成品很棒 成品的可以沖水 他是免治的 對 成品可以沖水 那個我們都有去過 你們不會嗎 就是看到那個 就是那個五星級飯店 我跟你講我跟男朋友 如果去白火公司 我們都是看鞋子 哪一個專櫃在哪 他們是看廁所在哪裡 對啊 難怪每一次去那個 他剛剛講那個 那個貴婦的白火公司 廁所都要排隊 尤其是地下樓那一層 超久的 不夠名其妙 我跟妳講一個 一個小明確 最好就是不要去那個 那個白火公司 那個吃飯的地方 因為這個也有很多人 對 你要去比較小人取光的地方 那個廁所特別好 要挑樓層 對 樓層要挑 通常都在12樓 那我們的那個新朋友 費丹尼 對 我就是跟他們一樣啊 就是我每次回家 你國語好好喔 對 我就是每次回家的時候 我就飛升得起 想要去鳥鳥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我覺得 跟他 跟他說的一樣 因為 你會回家嘛 然後你知道 你的家是比較更近啊 就是 你會比較舒服啊 然後 所以你在外面也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對 不會 就是我回家的時候 就是有問題 男人真的看地方耶 對 其實寵物都是這樣 男人就是寵物 他們就是在他們允許的地方 才能上車 對 對 那這樣講起來的話 浩然姐如果每一次 鍾萍哥都知道 那你會不會幫他拉長時間 你就原諒他一下嗎 我不知道所有男人都這樣耶 我今天就會 會罵我老公 因為我常常對他說 男人 懶人屎尿多 太狠了吧 這句話太狠了吧 我今天看到大家都這樣 原來男生就是 都是會這樣 而且你看到哈孝遠之後 你就覺得 鍾萍哥不算什麼 但我真的希望 男生出門上上廁所沒關係 把起床的時間 提早半個鐘頭 這樣就不會耽誤了 對 好 這樣可以體諒到啦 對不對 小優呢 我覺得最討厭的就是 因為你們都覺得 你們出門三分鐘對不對 然後我們女生 都要很乖巧 就是像浩然姐一樣 提早一個小時化妝 弄得美美 終於要出去了 比如說是要趕十分 一個小時夠嗎 夠 畫得漂亮一個小時就夠了 然後結果這時候出門呢 他就開始說 車鑰匙忘了帶了 馬上要回去拿車鑰匙 然後再來拿車鑰匙以後 他就說 我那個 因為他抓頭髮 他髮膠忘了帶 又要回去拿髮膠 就這樣來來回回五次 氣不氣 你們男生為什麼都要等到出門 這一刻 什麼都忘記拿 會不會是他真的 不願意跟你出門 有可能是緩冰之界 小楊哥說得對 這個有可能 出一個什麼劑 有可能 拖延那個時間 然後扣到他不想出門 就是弄到先吵架 然後這樣 有藉口 先吵架 好 就不要去 不要去 弄回家嘛 他就回家了 對 心裡在歡呼 好壞 好壞 那我問你們 你們是真的不願意 跟另外一半一起出門 如果說另外一半是小優的話 那有時候 這也會是一種技能 射擊人生攻擊 所以如果是跟林志玲就很願意 那 對 我會提早一個小時 小優那就沒辦法 可是我知道不懂為什麼 男生永遠有東西會忘記 真的 所以我老公一天到晚忘記東西 我們最重要的 就手機錢包鑰匙帶著就對了 女生才一直到晚忘都忘記 他最想忘記的 絕對不是手機錢包跟鑰匙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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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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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感冒 那我們來問一下 那你們男生們 在出門前會為了什麼樣的原因 跟另外一半吵架呢 誰要先說 有一些女生 她們特別 弄東西弄太久了 像你會要化妝 要一個小時對不對 你是我不化妝 你又不跟我出門 當然 這句話怎麼會 這句OK 這句OK 真的最棒 這句是對的 而且他很順的回當然了 超重要的 因為等你們太久 你知道嗎 在那邊一直坐在那邊 我早就已經好了 等你那麼久 你還要用電腦什麼什麼的 像你剛剛說的一樣 我會故意忘記哪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會故意啊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已經 等那麼久 你知道嗎 我在那邊已經好了 在那邊等你 等到最後一分鐘 快點 我們會知道了 然後想說 我已經等你那麼久 你現在還要趕我嗎 那我先上廁所好了 我先去哪一下 我鑰匙忘了帶 錢包在哪 什麼東西不見了 然後我會故意弄它 所以你們是在演歌 可是你們是男女朋友 不是敵人耶 有可能這樣嗎 好壞喔 這樣算壞嗎 很壞 如果你乖一點 我就不會壞啊 對不對 你乖一點我就不會壞 而且杜莉壞起來 很壞 到底有多壞 不好說 我比較好奇的是 像杜莉剛剛講的說 如果化妝要等很久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的老婆 她沒有化妝 或是她做的造型不好 你們會不願意跟她出門嗎 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會講但是還是會出門 對啊 看去哪裡 如果她很邋遢的話 算了我跟你講就出門吧 對啊 因為如果要出門了 你突然說 你這一套 對 全身都白的 我超討厭男生這樣 全身都白的 不是感覺膨脹嗎 她又照鏡子 我膨脹嗎 我膨脹嗎 我全身都白我膨脹嗎 沒有 你是孕婦 不利 她會說 她又照鏡子 你這套對嗎 又進去換了半個小時 不更久時間 對 又花更多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乾脆不想講 對不對 她問我 那我要穿哪一件呢 這個呢 沒有 你穿那個好了 喔 好了 她最好還是選擇 她自己想穿的 對啊 還問我們 對 她一直覺得自己很喜歡 你們男生都好沒耐心要問傑克 不是 不是啦 我們都很有耐心的聽 然後他們 你們一直問我說 哪一個好看好看 然後說 我也很耐心的 這個好看啊 對啊還不錯啊 就是因為出門要心情好嘛 對 所以我就是當然是 我好聽的話 但是她還是選擇自己喜歡 那是因為我們要確定你們的眼光 對 真的很不好 那我個屁啊 你講好看那個 我們就不要穿啊 兄弟 我個屁啊 一樣啊 你不要轉過去 夢頭 待會去一下那個百貨公司 好 我們問一下那個 最有耐心的傑克好了 好不好 她都願意等杜思梅 不是 我每次都有 等她很久 她說五分鐘 最後都要至少二十分鐘 哦 但是 但是 你說五分鐘 我等你五分鐘 對啊 對 我去廁所 那如果五分鐘到 她還沒好 你就出門了嗎 還是你還會繼續等 I have to wait for them 哦 OK 對 她說二十分鐘 我走下 我Check E-mail 哦 對 你說五分鐘 and means 五分鐘 我懂她的意思 有沒有聽到 你看人家帥的人 又體貼 對 她校圓學校 沒有 沒有 她剛剛講妳妳懂嗎 她說 如果妳說五分鐘 就說五分鐘 不要把她拉扯都給妳看 偷不得了她的 偷不得了 你們在拍照 不是 不是 她講得沒錯 她講得對 她講得對啊 對啊 一樣的技術 怎麼樣 人家是長得帥是嗎 傑克那麼強 一樣的答案 但是傑克講 就覺得很被說服 對 但杜立講就覺得 或者她校圓講 就很沒說服 因為她校圓 怎麼會這樣啊 雖然我們剛剛根本聽不懂 她講什麼 但我們又覺得她是對的 而且對 什麼東西啊 而且在妳的世界 只要跟妳在一起 五分鐘就是永恆 一輩子了 真的 郭欣出來講一個強的 讓他們閉嘴 你說 加油 可是這個狀況 真的也不是我願意的 就是我們那一次就是 要出去吃喜酒嘛 當然她就穿了一個 比較隆重的禮服 可是她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說 她的身形已經比較風雲了一點 那重點是那件禮服 她又是怎麼穿呢 因為她的拉鍊是在後面 所以等於是說我要幫她穿 我要幫她拉那個拉鍊 在出門前 當然啊 應該的嘛 可是重點是 我拉到一半 她就卡住 是拉鍊壞了嗎 沒有 因為她比較 她比較漂亮 拉不上去 因為她可能這邊比較豐滿 所以那個衣服就有點穿不上去 那怎麼辦 又得要出門嘛 要趕快把這事情解決嘛 所以我就用力一拉 就一拉 就把它扯壞了 喔 可是 可是不是我的問題啊 是妳的問題啊 真的 要買上新的 而且沒有這種事情 即使不是妳的問題 都要說是妳的問題 對啊 而且就不要用拉鍊嘛 心靈姐都用魔鬼沾妳 你知道嗎 現在的背後嗎 對 可是妳可以不用這麼勉強 穿這套衣服嗎 妳可以穿這套 但是妳也可以告訴她說 這件衣服可能拉不上 會卡住 我可以講嗎 誰敢講 我當時可以講這句話嗎 沒有講這句話嗎 妳說很講嗎 可以 妳可以說拉鍊不好拉 對 妳可以說拉鍊卡住 但不要把它拉到壞掉 我們也不是這麼全然 不能溝通的 如果能講的話 孫明姐的老公 每天不是都講一樣的話 你過來 沒有 我們問一下女生 那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妳覺得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妳說妳可以提 她可以說寶貝 我覺得妳穿另外一件 好像比較好看 因為妳在拉的時候 妳就覺得不行 可是這個的重點是 可是這個的重點是 你們變胖了 噴死吧 噴死吧 加地獄 他們就是聽不到重點 在哪裡 小梁哥 他不願意接受這個真相 你可以講說我們變豐滿 對 還不是為了講大 我們還在講大啊 對啊 我們還在發育啊 你可以跟他說 你罩杯變大了 對 這樣講會好一點嗎 好很多 妳可以說 你今天胸部變豐滿了 拉力很難嗎 如果追下面就已經不能拉了 那跟胸部有什麼關係 對啊 拉到腰就卡住了 胸部下垂不可以嗎 妳的胸部下垂了 對不起 我拉不開 有的人胸部在腰這邊不能嗎 誰 誰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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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不要再騙自己了好不好 太大了下垂嘛 好啦這真的也不是你的錯了 好啦 不是我的錯 然後你算下妝了 可以 我們換另外一位 女生喔 她除了動作慢就算了 她還會找藉口 像我女朋友之前有一次 就每一次也是一樣的情況 我都要等她 可能我們 可能我們下午三點要出門 我兩點就起來跟她說 欸你要起來囉 起來囉 她說沒關係 我很快 我差不多15分鐘就好了 好 然後我就等到差不多45 剩15分鐘我就叫她 她說好好起來 然後也是動作很慢 然後就已經遲到了 然後我們還要去寄一個包裹 她包裹還沒有包裝 她也不太講話 我就開始幫她包包裹這樣 然後弄 那男生的手本來就沒有那麼細 你知道嗎 就有時候可能沒有黏好 就像那個尿布一樣 差不多的情況 然後她就 終於找到機會反擊了 她會講說 你不要再幫了啦 越幫越忙欸你 然後就開始講說什麼 你這個也弄不好 膠帶也黏不好什麼東西 全部都不行 這不是事實嗎 但是你知道我是一箱 你就是笨手笨腳啊 我是一箱熱情要幫你弄 奇怪了 我們拉鍊拉不起來 你就說你們變胖是事實 那為什麼你笨手笨腳 就不是事實呢 如果說你是在時間之內的話 我就不需要幫你了 你自己包就好了 現在為什麼我要幫你 就是因為已經遲到了 所以我才要幫你 而且她完全就是因為要找架草 一樣的情況 那我們問一下捷克嘛 捷克你說 我都沒有碰我 我都沒有碰我 你會幫他包禮物嗎 可以 你看吧 那就可以 隨意學好不好 對 你再問我一次 你再問我一次 你看 我跟你講 當過兵的都知道 你女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你會幫他包禮物嗎 呃 其實我 算了沒關係 不要問他 我們不想聽 不好意思 還是你想把女朋友包起來 把他包起來 可能要丟到河裡之類的 打死他 像我每次出門前 然後都想說我老公要出門了 那剛好要出去 我們就把垃圾包一包 就出門了這樣子 對 然後就說那你等一下可不可以順便倒垃圾 他就滿肚子氣 他就覺得出門就出門 幹嘛要倒垃圾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不到 半夜就是我到 對 而且很方便啊 而且你出門就是倒個垃圾出去 我每次出門前倒垃圾 對啊 然後就要去開車 對 他就這樣 然後就把垃圾拿走 那有什麼關係 倒一下有什麼關係 真的 反正都半夜我們再倒 現在鬼月 倒垃圾有多可怕 你們知不知道 都不知道會遇到什麼 對啊 照鏡子都嚇到 我怎麼想說鬼才怕你們 那我是出門前嗎 對不對 你們印象最深刻 跟男人出門喔 發生最大的爭吵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呢 我跟杜思梅 她的老婆 對 有一個好朋友住院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好 那就一起去看她好了這樣子 然後呢 我跟杜思梅就在醫院裡頭 陪那個男生 然後陪了之後 我老公下班就趕過來了 趕過之後 他的第一句話就說 我好餓 然後我老公 我剛剛講過他是很急性子 他就說很餓 就是真的很餓 我想說你很餓 為什麼中途不買個東西 像我們如果很餓 中途可以隨便買個東西 餘飯糰什麼 對啊 或者是我們包包裡頭 會有一些零食可以先吃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是很餓 然後很餓的時候 臉就很臭 我跟杜思梅就趕快去買東西吃 然後我們就 那天就去買了小火鍋 這算零食啊 醫院買小火鍋 醫院旁邊 農總旁邊 有一個都市民說 那裡有間很有名的小火鍋 我們就去那買 然後我們就每個人買一鍋這樣子 帶回來 太多了吧 對 但因為你知道 胖子就是想說到那裡 就是很希望他湯多加一點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你湯可不可以多一點 所以回來的時候已經有四碗 然後四碗就是很大的那個直碗這樣子 對 可是他給我們多一點 殊不知放上去的時候 那個湯會多出來 所以 但我老公太餓了 所以他就很急躁 而且病人還沒吃喔 照道理我們去看病人 應該先弄病人 他就在病人的那個吃飯的那個架子上 自己就開始要吃了 所以他就把碗放上去 然後把這個塑膠袋打開 就整個塑膠袋的湯就 哇 下來 好 我跟肚子又趕快把他收起來 那那個病人應該傷得更重了吧 又燙到了 幾度多傷 被燙傷 這樣也要分 好 然後照照 我跟肚子又趕快把他收起來 然後我們就進去擦擦擦 擦完之後咧 好 沒關係 這 OK 這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他沒有算準 目測沒有對 好 下一個他就是用一個方法 就是紙碗在這 他就弄那個塑膠袋 就這樣子用倒的 把他倒下去對不對 剛好 殊不知他因為太餓 可能手在抖 所以他倒下去的時候 頭在碗的外面 所以湯就倒出去了 我就是真的火到爆炸 整個湯倒在那個上面 然後病人一樣沒吃 就看著他在那裡耍喉息 因為應該淹水了吧 我看我真的氣到爆炸 我真的氣到 我就整個在擦那個 擦的時候火氣很大 然後最後我們就到 然後我老公就跟著我一起去拿抹布要去擦 然後就整個一路上很火 然後丟東西很大力 然後他到最後也火了 全部擦完之後我們就說好 開始吃 然後我那時候臉已經很臭了 然後杜師妹就說趕快吃啊趕快吃 快點吃 杜師妹就幫我們倒 然後老公就說 我不餓了 我現在什麼都吃不下了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在外人面前跟他吵架過 而且我們兩個也很少吵架 老實說 我們都悶在心裡 不用補這一句 不是不是 因為我真的都悶在心裡 我都 那個在心裡 個癮這樣子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跟他吵架 我就直接說 回家 杜師妹快嚇死了 因為他很少看到我變臉 他說也是不用這樣子嘛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當然吃 要不然很熱鬧啊 四個一起吃 剛好打麻將 很有杜師妹的feel 好笑 可是那時候我實在是太氣了 我們兩個就坐車回家 他就開車 開開開開開 開到天母星光散月的時候 他就突然一個 那個急轉 就聽旁邊 我說完了完了 他要趕我下車 因為我沿途都沒講話 他趕我下車我想完蛋了 他就跟我講說 好嗎 那怎麼樣嘛 我說沒有怎麼樣啊 他說那對不起嘛 我說喔 好他要講對不起 我就OK了 他說他知道錯了 對 可是我前面真的氣到爆炸 可是這樣一輪弄完了 那個病人心跳停了吧 哈哈哈哈 他後來有去消燙商中心住了多久 沒有啦 他有 我跟你講其實 但是我們藝人你知道 有時候出去你盡量都會忍住 對 因為你很怕別人看到了 是 第二天就在臉書寫說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 誰跟誰吵架 對 但是你知道 結婚的時候 還沒小孩的時候 夫妻兩個出去玩一定會吵 但有小孩之後 你會發現更會吵 我們今年吵最 那你們根本就從結婚就開始吵 因為你們 懷了育才結婚的 對就吵的目標不一樣 但是我們今年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是我們大概一月多的時候 全家去北海道玩 因為我老公他 我剛剛有講 他在台灣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愛拖時間的 去哪都要拖 可是這種人很奇怪 當有外人在的時候 他特別準時 去北海道整團二十幾個人 他非常準時 那你知道我兒子已經高中了 男生早上起來要洗澡 洗頭 吹頭對不對 我們那天剛好要搬 要搬到另外一個飯店住 然後一早起來之後 我老公就起很早 起很早之後就說 快快快快快 趕快弄一下 今天那個導遊說八點要集合 我們還要吃早餐 我就跟他說你不用急 因為這一團有很多家庭 都有小孩子 而且這一團都是我們自己人 遲到個五分鐘十分鐘還好嗎 還好嗎 對不對 他說 我說不是啊 你在台灣的時候不是都是拖 他說那不一樣 這邊是團體 在家是我們一家人 那不一樣 他就一直吹 然後我兒子就要進去洗澡 他就不高興了 他就罵我兒子說 你為什麼不提早起來去弄你的頭髮 弄什麼呢 那我心裡想說 你在台灣的時候 你也是出門要上廁所 我們也是全家人等你 他就開始站在門口 然後就每隔三分鐘都說 韓靜好了沒 韓靜你洗好了沒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給孩子那麼大的壓力 出來玩嘛 對不對 而且還有李羅哥 他們家兩個小朋友那麼小 一定也會遲到啊 這時候夫妻兩個口氣就不好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先下去吃早餐 我說我不想吃 他說你不想吃 我說對我現在不想吃了 你覺得這種誰想吃 然後我就帶著女兒 我就跟我女兒說 妹妹走我們先下去 我就下去到大廳 沒有半個我們那一團的人 還沒來 然後過了大概三分鐘 我的認知 我老公會等我兒子 過了三分鐘我老公下來了 他下來就算了 因為要換飯店那個行李 是不是導遊會要你放在一區 我不知道他把行李箱帶下來了 所以我老公下來了 他還把行李箱也帶下來 所以你兒子洗完澡沒有衣服換 你聽我講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不吃早餐 我就坐在外面 我老公就自己一個人去吃早餐了 然後我坐... 坐了大概十分鐘之後 我看到我兒子很可憐 他拿一條浴巾圍得下面 好好秀喔 然後我跟你講他是整個哭的 從電梯出來 你看我講到我都要流眼淚 可是我們在笑耶 很好笑 你知道媽媽看到那種心情會... 然後我兒子一哭的 一出來就哭的跟我說 為什麼有這種爸爸媽媽 好好笑 你剛說我就把毛巾也拿走 超好笑的 你有這麼留愛耶 為什麼要哭啊 不是 是因為他很難過 他覺得說他在洗澡 爸媽怎麼可以把行李 而且知道他衣服 他覺得有被遺棄的感覺 沒有人關心 最起碼爸爸要把他的衣服放在那邊 讓他穿了下來 我老公是行李通通收了就下來 而且行李箱還直接給導遊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兒子十八歲囉 整個大廳很多觀光客 他說怎麼會有這種父母親 我長那麼大沒有看過父母親 是把孩子丟在上面 然後衣服都不給他們 那隔天有上FB嗎 沒有 這不是重點 然後我兒子 然後我看到我也開始難過 你知道 我就也在流眼淚 那問題是我要忍 因為整團大家都下來 我兒子一個人包著浴巾 把行李翻開 在大廳找他的衣服 我在難過流眼淚 我兒子在哭的時候 王爸爸吃得飽飽的 從早上 然後他一出來就說 怎麼了 怎麼事 然後我就很氣 我就當著整團的人說 我說你一個做父親的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他說怎麼了 我說你好歹把他的衣服給他嘛 他說我怎麼知道他沒有拿衣服進去 我說那你要問嘛 我說吃一個早餐有重要到這種地步 你不吃你會死嗎 你不知道洗男們覺得中平哥有錯嗎 我覺得解論是 除了你和你兒子以外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冰水過去 好笑 其實這樣沒那麼便當啊對不對 就笑笑就好啦 如果你再洗澡 你的女朋友或老婆 把你的衣服偷拿下去 大家都在下面集合了 你洗完澡出來發現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人 你不會氣死 這個聽起來前提是中平哥 真的不知道你兒子 沒有把衣服放進去 如果當下中平哥 只要說一聲對不起 你就不會氣這麼久 是不是 你如果吃早餐出來 我們都沒吃 你吃得飽飽的出來 你只要說一聲 啊不好意思那個 因為我覺得爸爸 就算跟孩子 不好意思也沒關係 因為你的確沒有問 你就把行李拿到 對 他竟然不跟我講話兩天耶 那男生們 如果你們這樣子吵架完 你會跟女朋友說對不起嗎 會對不對 如果是我的錯 我一定會說對不起 那如果不是你的錯咧 我當然不會啊 不是我的錯 我還要說對不起嗎 這是什麼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是你老公的 你會不會說怕害怕 兩個人都不講話 所以你會先 先說一聲對不起 有時候還是會 先結束這個僵局 有時候還是會 我們問傑克會不會 會 你看吧 屁啦 這剛剛 沒有等一下 等一下 這剛剛我講說 其實我什麼都聽不懂 你幹嘛爆發到聽不懂 好啦 聽完了這個故事 讓我們知道說 早餐還是很重要 對 好不好 那未婚呢 未婚的你有什麼好聊嗎 我覺得 未婚就不能聊了 沒有 我一定要講的是 男生我真的不知道路 就不要假的 對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我就是跟男朋友 去那個韓國 因為我們蠻常去韓國 然後因為 明洞很大 就大概是三四個西門町那麼大 所以我們就真的還蠻容易迷路 可是他就一直說 我知道那家騷漏店在哪 他從一開始就說 我知道 結果那一天呢 大概是零下14度 然後我們已經又餓又冷了 然後呢 他就先待到一個地方 然後一看 明明就不是騷漏店 然後想說 啊不是在這 然後我們又在 他就說啊我知道 在後面兩條巷子 他就一直覺得他知道在哪裡 結果到那邊 是什麼人生店之類的 然後我就整個 發火就心中 你怒火在燒 我就說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 他說 我記得在這 還不認錯喔 他還是說 他覺得他知道 我這時候馬上搜尋一查 就完全是不同方向 然後我就帶他到那個騷漏店 然後我就直說 你看吧 你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你幹嘛要假的 他就開始發火了 所以你當中是給他面子 先讓他帶路就對了 對我先讓他帶路 然後連錯兩三次 然後冷得要死我 超餓 終於找到店了 然後但是要小排隊 這時候他就不爽了 我不吃了 他也不爽 他不爽啊 因為我就說 你看吧我一早就找到 你早半天 他就覺得我不給他面子 然後那時候 旁邊有一些台灣遊客 就有稍微就看我們一下 因為我們講話有點大聲 他說 怎麼樣 那我不吃了啊 我不吃了 然後他就直接 在韓國街頭走掉 好好看喔 你走了 對他就這樣直接 我不吃了 老子不吃了 然後他就走掉 我就一個人這樣 在韓國十四度 零下十四度 你丟我 他的想法是 因為他難得到韓國 他上演一下韓劇也好 對 你明明知道他走錯 可能應該鎖轉 講到韓國 零下十四度 又餓又累 我怎麼給他面子 對 如果跟裴詠俊在零下十四度 我就不相信你會生氣 你的重點是 又餓吧 對 關鍵字 但是浩向勇問你 為什麼你們不會在前面 又先問路呢 男的們我想要問你們 你們如果不知道路的時候 會不會問路 不會錄的請 會問的請幾圈 不會錄的請幾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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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嗎 傑克是真的聽不懂 傑克是真的聽不懂 聽不懂我問 我問一下 Andreel跟夢多 是唯一說不會問的 為什麼 很簡單 我就找我老婆幫我問 你可能老婆問都不要你問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丟臉啊 對 男生都不問路 然後他們都覺得很丟臉 很丟臉 可是 可是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會想說 我們就先隨處看看 看能不能留一些印象 或什麼的 就到處走走走 撞撞看 零下四四度 又惡又惡 沒有 又惡又惡 對 應該是看人 像我 我說真的 我翻香港超好的 我說大概 其實就是說 哪裡 比如說去韓國好了 去韓國 我看一下那個地圖 地圖 大概知道在哪 我很少做錯路 而且我很大難免 我絕對不會問 如果真的不知道 我都偷偷 去洗手間那個 Google一下 好可愛 我說等一下那個 寶貝 等一下我洗洗手間 馬上去 我就因為很會大便 知道 我們知道 所以問個路 是會覺得很丟臉嗎 沒有 因為有些人 有些國家 你要看情況 有些國家的人 他喜歡 就是很有禮貌 他都會告訴你怎麼走 像我去日本 我問路 他都會很清楚的告訴你怎麼走 去香港就不一樣了 問一下 請問那個怎麼走 他說不知道 不知道 走了走了 都是這樣子 你們出外景節目 常會碰到這種狀況嗎 我們還好 因為我們大部分在台灣 台灣人都很熱情 但有時候會報錯路就是了 還有那個 真的 台灣人弄阿桑啊 阿桑請問一下 這個怎麼走 他都會報錯路 你會問說西門地鎮 他跟你說往東區走 要不然有時候你在花蓮 那種原住民朋友 說進不進 很緊啊 兩個山頭就到了 哪邊就到了 他走了大概半天 差不多 真的真的 沒有我跟你講 我覺得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 你們出國了 我覺得要看你們在哪一個國家 因為如果你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 你迷路了 你一定要問那個人 你在哪裡啊 因為如果你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你不要迷路嘛 對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你中文講得非常好 對啊 你中文講超好的 超好的 好有持信喔 而且男生很奇怪 不愛問路就算了 導航他也不願意聽 每次設導航 人家就說前面請右轉 都走錯 我老公就要左轉 我說他說右轉 我為什麼要聽他的 然後 那幹嘛裝導航呢 然後一路上導航都不斷地在說 重新規劃路線 對 然後有時候規劃到後面 我們家導航還會說 像前兩天導航就說 如果可以 請右轉 然後老公 我老公還說 可以耶 我老公還說 好人性話 然後我老公說什麼 我老公左轉還說 還會跟我商量耶 那出門在外的時候 跟另外一半 吵得非常兇 我覺得那個印象一定很深刻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很深刻的 我有一次出國 然後跟我女朋友也是 因為我們先到飯店 完了以後就要出去逛街 那因為在泰國很熱 你會希望一回到飯店 馬上就有冷氣可以吹 那個卡我就會想說 你要換一個東西來擦 對 大家都會啦 對 不會想要 我就不太想用什麼健保卡去擦 我怕忘記 我就拿那個肥皂 對 很多人都拿健保卡擦在上面 真的 所以我就拿那個 裝肥皂的那個紙盒子 我把它撕撕撕撕撕 撕成一張紙 然後這樣擦 然後可是因為那個 那家飯店 因為它那個感應的比較靈敏 所以擦上去也沒有電 我就在那邊弄半天 你知道 然後試了好多不一樣質料的那個紙 一直在擦 放健保卡會怎樣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那個原則的問題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 然後我女朋友就很 其實也沒有花很多時間 大概花個三五分鐘 但我女朋友很急著要去逛街 嗯 他就旁邊一直碎碎唸 一直唸說 哎呦 沒關係啊 回來馬上那個 你回來再擦卡 那個冷氣很快就涼了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 一進房間馬上有那個 很冷的那個感覺 他就好 就一直在旁邊唸 齁 你好了沒 你到底會不會啊 你很笨耶 又來了 我最討厭就是 男生在很熱心 很熱情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在旁邊 你到底會怎麼 又不會包包裹 連擦卡也不會 他就只會打籃球怎麼樣 完全依正你剛剛那個 還有大便 手真的很笨耶 弄半天啊 他就在旁邊一直唸 我就真的生氣 我就拿把那個東西摔在地上 我說好啊 那不要去了嘛 你自己去 我自己在房間 這樣子 然後他就真的走了 好孤單喔 你一個人在房間摺那個小紙片 我一個人在那邊摺著摺 摺出一隻紫荷來這樣 誰不走啊 誰要理你啊 他又真的走了耶 而且牽紫荷都摺得出來 對 好孤單 那我們來聽一下肚立的好不好 我自己滿喜歡去墾丁 墾丁玩 但是你一想到海邊 你會想到什麼 就舒服啊 動作慢一點對不對 然後又一次 帶我親女友去墾丁玩 我們一到 我們從高雄還要坐那個公車對不對 或是幹嘛 要花很多時間 那一到墾丁你就想要休息一下 是不是 對 一到飯店要休息一下 然後就脫衣服啊 哪一種休息 就休息一下 因為天氣很熱啊 他有訂飯店 是飯店 好啊 所以我坐下了啊 開始看電視 女朋友就這樣子 站著看著我 然後就說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們不是要出門嗎 我們要肯丁 我們應該要去玩啊 然後說 還沒啊 我們就是要慢慢做啊 因為我自己去肯丁 就是 我沒有特別安排什麼行程 你知道嗎 就是有什麼感覺 就去做啊 想喝啤酒就喝啤酒 想去玩 所以去玩啊 你沒有安排什麼事情喔 我在這邊 我們來肯丁你 你都沒有安排什麼事情 你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邊 開始打吵架 然後我想 因為我不想要一直跟他吵架 然後我說 不然我們今天 我們就慢慢的做 我等一下帶你去走路啊 我們等一下去海邊 然後明天 你可以好好的研究 你要明天要幹嘛 我們可以 你想去哪裡 我都陪你去哪裡 但是我發現 他就是那一種 很喜歡tour的那一種感覺 就是 你到了一個點 都是要拍個照 然後到另外一個點 排個照 當然要拍照啊 這樣很累耶 回憶耶 不會才有沒有紀念啊 沒有 那是很老的人才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 年輕一點的女生 應該不會這樣吧 那是很老的人 哪有女生就喜歡自拍啊 但我比較好奇 他剛剛說因為 他沒有規劃行程 女朋友就生氣 你們會因為你的老公或男朋友 沒有規劃行程 你們就生氣嗎 非常 很容易 一般到了肯丁也是一樣 肯丁是不會啦 肯丁是不會啦 如果是出國的話 你就是要規劃 好 我很怕人家規劃行程 那你很適合 跟杜莉一起出國啊 好啊 走啊 我可以跟杰克嗎 杜莉 她沒有懷孕喔 然後不要去啊 哈哈 有一次我覺得更過分的是 我們有一次 一起要跟朋友一起打籃球 那 因為我們一起要打球 我沒有帶很多錢 我就帶一點點 然後我先自己吃 我們去一個小餐廳 我說你要吃嗎 他說他先不要吃 他等一下要買別的 我說OK好 那我先自己一個人吃 你要吃嗎 我也餵他一口 那我都付錢 然後我就沒有多看我的錢多少 然後後來我們經過一個7-11 然後他就說 我要買一點東西好了 他就挑一些東西 我們到櫃檯 他把東西放在櫃檯上面 然後就往左邊退一步 哦 要你付 我就這樣子 蛤 怎麼樣 他說 付錢啊 我說 哦 好 把我的錢拿出來 哈哈 錢不夠 活該 他就這樣講 他有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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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樣講 我對 轉過去 他就 他就 他就看得出來真的有點火大 他就 付錢 然後 我們出門 就出去 那個 在外面 你想活該 很丟臉 他拿了手上那些食物 那個便當盒 他就 算了 我就不要吃了 我在地上 在很多人面前 大馬路 我就 一直很丟臉 在大家面前 還說 叫我活該 什麼東西 你自己不付錢 那些很爛的男友 那就分手 散了 活該這個字 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先錯了 我才說活該 你那時候講活該這兩個字 是故意的 還是想要覺得幽默 故意諷刺他一下 那你 那就是你壞 我真的很受不了那種態度 那你在報復 你跟杜力是一樣的 我覺得不應該 如果一個男生跟你說 我要去買東西 你等我一下 你跟我一起進去好了 那那個男生就這樣子 你會不會 其實你 十馬態度 很差 對啊 他女朋友應該是先說 不好意思 我錢不夠 你的錢夠嗎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你可以幫我付錢嗎 你為什麼覺得 Saven只是小錢 一張擺 對 買了一個五六萬的包 要你付 我沒有不願意幫他付錢 我真的是沒有帶 那你錢不夠還加活該 對 你加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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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關係 她每次都 蕭霞 是不是你女朋友 每一次都這樣做 她每次幾乎都希望 我可以幫她付錢 那你每一次都付了嗎 大部分的時候會 所以她那一次會覺得 你是應該要付 但你沒有付 沒有我之前跟她講過 我覺得我不應該每次付錢啊 小亮哥 小小我知道 我知道 沒有我是覺得 她的活該 我們可能幫不了她 我知道 對幫不了 不要躺這個渾水 不要把它當理所當然啊 那個也是一個 我對你很好 你應該要珍惜一下 但是如果是 偶爾就沒有關係 偶爾是ok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 我們進去買一個汽水啊 什麼什麼的 我幫你付啊 ok 有時候你進去幫我付也ok 但是你不要一直 因為就是每一次男生都是要付錢 就是我覺得 呃 哥們 我們不要那麼計較 ok 對然後第二個 如果有問題 你直接說 但是要找一個比較適合的情況說 比如說她剛剛讓你不爽的時候 你不要現在解決這個問題 你付完之後 所以欸 其實我覺得 你這樣子一直讓我付錢 我沒有很喜歡這個感覺 嗯 我覺得這種的行為會比較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沒有人會很生氣 但是 我們聽一下傑克的意見 你會不會幫女生付錢 你看 她聽不懂 她聽不懂 我們不要這樣喔 她聽不懂 不要這樣喔 不可以這樣喔 你們 你開心就好 對呀 你看 對 等一下 重點那有多少錢以上是你不會付的 我沒有很多錢 所以一萬多是 是我的價錢 一萬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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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我們都不會吃那麼貴的 對 而且身份也沒有要吃到一萬太重 也很難 很難說吧 等一下 你 為什麼很難說 他們好注意你講的話 真的 他就是針對我的嘛 對不對 我有一次之前我跟我女朋友去逛夜市 那他就一直 因為我女朋友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那麼胖 你太胖不要吃太多 吃少一點 她講的也是實話啊 她是胃疑 她是沒錯 所以我沒有生氣 可是都會到夜市了 不要這樣說了 對不對 對 你是很有同感 只有你懂我啊 對 我們等一下去吃飯 不要去夜市 你到夜市還跟我說你太胖 對 真的 真的 或者是說出國去玩 去外面玩對不對 對 那去外面玩就是要買東西吃東西 對 你剛剛講說你不要花錢 對 或者是去那種吃到飽的餐廳 然後說你不要吃 對 這首很討厭 但是我覺得那一次我就還好 那就是說你不要吃太多 我說好 然後吃到最後一攤 我們就 要做一個完美的Ending的時候 我記得是 那種麻油腰子 那我女朋友很喜歡 那她就說 那你不能吃喔 你不可以吃麻油腰子喔 那太胖了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就點一個那種 三肉魚湯 絲目魚湯比較輕 好 她點一個麻油腰子 我點一個絲目魚湯 她就說 那她就先去做我再點 然後我就 看到有那 她那邊有那種 用麻油炒的那種 腰子加雞蛋蛋 就是雞腹辣 那我女朋友很愛吃那個 我想說 我女朋友很愛吃的 那我就點好了 然後重點是我女朋友 去坐下之前 她有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不要點太多喔 我說好 好 結果好 菜來了 那個最後上 那一盤那個 炒雙腰一上 好啦 我女朋友發火了 她說 我有沒有叫你不要點太多 我說 沒有很多啊 而且這個是你喜歡吃 我點給你吃的 她說你不要騙人了 你不要騙人了 你就是自己想吃 我有沒有叫你少吃一點 你看你那麼胖 你這樣子對不對 怎麼打球 開始講 我說 我是點給你吃的 是你喜歡吃 我才點給你 你不最喜歡嗎 然後她就一直覺得 我在騙人 她想吃 所以我才點 但真的不是 我真的是點給她吃的 我有一次也是跟我老公到泰國去 但因為 其實我老公 他不敢吃魚 所以到泰國 因為泰國有魚露 魚露味 老實說我敢吃魚的人 我第一次聞到魚露味 我都有點怕 然後我們就到那裡之後 我就去美食街 我想說這裡還滿熟的 我想說你第一次來 因為我很常去泰國 我說我去買就好 我就買了米粉湯來 兩碗 然後去買了春捲來 殊不知 因為米粉湯跟春捲裡頭 它的那個沾醬 還有米粉湯也都會有魚露味 所以當我把沾醬 那個幫我把春捲拿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老公坐在那裡 臉整個很臭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那個味道好重 因為老實說 然後在美食街 就已經有魚露味 然後這家米粉湯跟那個春捲 他說味道好重 我說所以呢 他說我要吐了 在美食街 我那時候懷孕四個月 我牽你條吧 去美食街弄一些米粉湯跟春捲 他就說我要吐了 然後我說所以呢 我說那怎麼樣 他說我不要吃了 然後最後也很火 所以我最後就把兩碗米粉湯跟兩份春捲 就吃掉了 不是 這跟生氣沒關係吧 心靈姐 沒有 兩回事喔 這是食量大的故事嗎 這是生氣 所以他才吃完的嗎 兩回事喔 還是很開心的吃完 不一樣喔 我很可憐 我米粉湯很燙 然後春捲還好 可是我以最快速把它吃完 因為美食街弄 所以你是很餓嗎 你這樣講得比較好嗎 要不要扮大胃王餅 所以你沒有想過我很委屈 回來四個月 我幫他拿很多東西 然後我要吃很快 我們真的都很想幫你 可是你的Ending都很怪 很燙什麼的 他是說他委屈的在吃米粉 對 跟春捲 真的 因為開心的吃跟委屈的吃 那是不一樣 那你老公咧 他有吃東西嗎 他這個就沒吃 他就什麼都不吃喔 他就回飯店吃泡麵 可是我可以了解你老公的心情 因為如果他不喜歡吃魚露 你還點那個他真的會省你 孕婦 因為像我之前就我不吃香菜 我只要有香菜 我就會立刻就暈倒那一種 然後結果我男朋友去買肉圓 加了大量的香菜 生不生氣 所以你就暈倒了嗎 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他是希望你暈倒 他又可以 又可以傻 重點不要放錯 暈倒之後再把他抬走 沒有 套一句雪藍 套一句雪藍歌的話 你還不懂你男朋友的意思嗎 你們不要那麼壞 這種幼稚的事情應該不會發生在浩然姐身上 我覺得吃什麼東西什麼時候吃 有時候真的要看時間 因為我們有一年情人節呢 因為情人節大家都知道很多餐廳都客滿嘛 對不對 但我覺得不見得一定要到餐廳去吃情人餐 但是我們家老公呢 他那一天我們就在想說 今天要吃什麼 中午喔 我老公就說情人節 不然我帶你去西門町吃一個很特別的 那我覺得你要講特別的 你就要負責任 對不對 然後我就開始打扮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吃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這一間店有我滿滿的回憶 就在想說回憶又特別 情人節很好啊 然後我們就開上市民大道 導火線來了 其實這一次吃這個餐 我是沒那麼生氣 就在我們在市民大道的時候 接到了李羅哥的電話 李羅哥剛好打來跟我老公聊一些事情 然後就說中平在哪 我老公說我要帶浩然去西門町吃東西 李羅哥說我們也是要去西門町吃耶 我說真的啊吃什麼 他說我們要去吃日本料理啊 我就是帶家傑訂了西門町油間 很好吃的 很有名的那一間嗎 對 然後我老公過完電話之後 我就說李羅哥也要去西門町啊 他說對他們要去吃日本料理 我在想日本料理還不錯 但我老公講特別又充滿滿滿的回憶 應該也不會太差嘛對不對 然後我老公就開了車帶我走走走 走到了西門町下市民大道右轉 不是有個橋轉角有個米粉湯嗎 然後到那邊了 然後他跟我說我說 你說得很特別滿滿的回憶 就是這裡嗎 他說我跟妳講 我以前在唱民歌的時候 當我唱了一天的班的時候 到這邊吃了這一盤米粉 我就覺得好開心 他就跟我在回憶他以前 跑民歌餐廳的 很好啊 對啊 什麼好 情人節 我跟妳講 這是什麼事情 我先跟你講 第一個情人節 第二個他先跟我講說是 特別的滿滿的回憶 滿滿的回憶 對 沒錯 七夕情人節 你知道有多熱嗎 你知道那一家轉角是沒有冷氣的耶 沒有 我跟你講 然後那家李羅哥 為什麼他去吃日本料理 沒有 那不一樣 日本料理沒有回憶 沒有回憶 為什麼人家老公就帶去吃日本料理 沒有 男人最窮的時候 就是他最窮的時候 那你們老實說 你們真的覺得去吃米粉湯很浪漫嗎 當然很爛啊 情人節 對 真的很爛 他沒有一個人說 那不然我們打電話給羅哥 對 對 就是一 對 中人約會嗎 搞不好才隔兩條街 對啊 沒有辦法去融入他 他覺得我就是要去餐廳 但我的認知就是 你已經跟我講特別 又有回憶 又是情人節 然後再加上又有人再帶老婆去吃日本料理 所以兩個人都不願意覺得自己錯 我們要來請問一下啦 我們的男生朋友啦 因為剛剛講的是吃飯嘛 出去逛街也會吵架 真的 天時地利人和 他就是要讓你吵架 有曾經發生過這樣的經驗 請舉拳 沒有請舉叉 謝謝 逛街超容易的啊 捷克你確定你有聽懂嗎 我聽不懂 看吧 看他們是 看吧 好 你是不是都看人家舉什麼 就舉什麼 對 有吵架的經驗嗎 我覺得有很多台灣人的女生 就是 他們很愛冷飛錢 你說哪裡的女生 哪裡 台灣的 台灣的 台北的 對啊 因為你看 有 有的時候啊 我就是跟我以前的女朋友出去 然後她看到一些東西 她不需要那些東西 但是她說她要買 她要買買買 可是結果呢 她用不到那些東西啊 那為什麼你要買那些東西嗎 你懂的意思嗎 因為對我來說 錢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轉啊 對不對 你要工作你要賺錢啊 那對我來說 如果 我看到一個東西 我喜歡那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對我來說沒有很重要 我不會用那個東西 我就不會買啊 我不會 人費我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以前的女朋友就是 看到一個東西 又喜歡 就是那個 那個 moment 她又喜歡 然後我就想要買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買啊 就是不要人費錢啊 喜歡很重要啊 不是這樣子啊 她是說量入為出 不是說你們女孩子 進去藥妝店就瘋掉 對 出來拿了八支唇蜜 對啊 十六個眼影 可是你明明只有一張嘴喔 對啊 我覺得這個都還好 她可能想說可以積著用 我最搞不懂的是那種 進去可以買一大堆那種 洗眼液要幹什麼 你知道我女朋友 那只有在那個 某個國家比較便宜啊 對我女朋友在日本 買一堆洗眼液 大概二十罐洗眼液 我說你 買一堆洗眼液是幹嘛 還是每天是在殺了 對啊 眼睛痛 怎麼心靈 看到你都要洗眼睛嗎 你們兩個不是同一隊的嗎 你不要這樣喔 我們等一下還要示範 你還這樣 臭臭臭臭臭 我應該挺你的 你這樣要不然跟你吃瓜 我告訴你 不是 而且那個喔 平平罐罐裡面又有水 那個最重了 男生拿 那個不要說行李託運啦 你就拿著那 你說幾罐 二十罐 二十罐 你從新宿車站走回飯店 看看有多重 是真的很重 那個意思是水 很遠 肺大你講的是對的 我跟你講 女生如果你們要買東西 是OK 你要買什麼OK 至少要買一些有用的東西 不要一直在買那些垃圾 廢物你知道嗎 真的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是這樣 什麼東西是垃圾 我們的朋友講一下 我自己蠻喜歡海賊王 非常好看 我每個禮拜都會看 好不好 是OK 因為我知道很多 我要先講 因為很多人喜歡那個東西 也會生氣 好 好 那我們這個禮拜 我不知道我們身上朋友 有沒有知道 現在有一個展覽 展覽 特別開心 我們去看這個展覽啊 很開心 這一本是300塊 幹嘛變人啊 一定要買好不好 很薄 很薄 對啊 好像300塊 好 這個 我還可以接受 但一個經驗品 你要看嗎 可以嗎 你要小心好不好 我今天已經被罵了一次 好 你要買那些 OK OK 你還有一大堆這個嗎 不 這個是 這個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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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這隻不好 這隻不好 這隻不好 那你要買這些 而且我跟你講 他房間一大堆 你可以看這個照片 超多 哇賽 而且我跟你講 對 這不是我們家 這不是我們家 你的女朋友是男生吧 不是 而且 我跟你講 在他的家 他床下面 都是一大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特別喜歡 那個 喬包 喬包 超可愛 你要買那些東西 真的太過分了 有一次我回家 我發現我們家有這個平圖 我自己滿開心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玩平圖 對不對 平圖不是拿來撞的嗎 對 好啊 然後他回家 然後我把它拆開啊 把那個外面的保鮮膜拿掉 然後打開 然後說 好開心 我們可以一起來玩這個 我可以陪你玩 會很開心 不錯 可以啊 突然被罵 你幹嘛把我的東西拆開 然後我說 這是平圖 平圖不是拿來用的嗎 不是 你不可以這樣啊 然後我說為什麼 他說 這個不是要這樣子 這是我要收起來啊 收藏 收藏 人家是要擺在那邊漂亮亮的 放得看的 放得看的 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漂亮啦 因為你就是 保持得越完整 其實以後的價值越高 不一定要轉賣 不一定要轉賣 只是價值越高 你打開來玩過的 就不值錢了 就會弄髒啊 小梁哥你到底是哪一隊啦 不是 小弟有點小小的收藏了 所以我大概懂這個道理 女生很喜歡就是 他男朋友去 就是一起去買衣服之類的嘛 然後呢 有些那個 應該想知道 在東京有些店裡 就是 一個很有名的店員 就是 算是模特兒的店員 賣衣服 就是很多就是雜誌上的那個 BB雜誌的 對對對 就是算是 就是模特兒開的衣服店員 那一定要去啊 對對對嘛 對嘛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我們一定會去 一定要去 對啊 我也很開心啊 然後就是她是 要去都是女生 然後呢 因為我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就是偷偷一直看電影 很正 男朋友之前就是這樣 我去逛街 然後我就問她說 Baby這件好看是這一件 她跟我說 旁邊那個女兒穿的比較好看 自死啊 對嗎 對嗎 沒有我覺得 正常 我覺得這樣還傷不到你 對啊 還好啊 你假如再去拿那個女的穿那件 再穿上去 她就會說 你穿起來還好 這樣才真的傷到你 對 我跟你講 男生有時候陪女生逛街 就是盡量 就是少說話 因為很多男人 前面又會撩一句說 你喜歡什麼 跟你進去逛沒關係啊 對不對 有些東西你覺得喜歡 都OK嘛 都可以買嘛 然後我老公常常會這樣講 然後我們進到那間店的時候 他會隔我大概兩三個人 他會假裝在看別的東西 然後當我拿起這一個 譬如說我拿起了一個 很漂亮的項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 你就從你的斜眼看到一個人 像鬼一樣的飄過來 然後就跟你說 不適合你這條 然後我就想說 不適合我嗎 女生就會被影響嘛 我就是被影響 那我就說 好吧放下來 然後又開始逛 逛到那邊 又看到了一個 譬如說鞋子好了 然後我又拿起來 然後正要問他的時候 他又像鬼一樣 又飄過來了 這個顏色不好搭衣服 不好搭嗎 一路他會這樣子講 講到最後一樣的時候 我正要拿起來 他又過來 我就跟他說 不要買了我們出去 這時候他就會怕了 他就說 沒有沒有我剛剛沒有說什麼 我就是說你喜歡你就逛 真的是你就逛 我到那邊去 可是這時候 你已經沒有心情了 心情很差 所以我覺得男生有時候 很聰明 懂嗎 他表面會一副 你想買什麼盡量買 但他會適當的出現 給你一點小意見 女生就會被影響 被影響之後 他又會撂出說 你想逛什麼 想買什麼 你盡量 可是女生又很奇怪 真的 你們又愛問 你們又喜歡問說 我穿這件好看嗎 這顏色是不是 我們是想要讓你 就說好看啊 好看 可是我們要掏錢 對啊 好看 講到好看 兩個字 就要掏錢了 然後女生最後就說 可是我覺得兩個顏色 都好適合我 那你就要說 對嘛 對嘛 那我就真的要掏錢了 對啊 就要掏錢了 那我就撩錢了 你們問錯人 你們應該問後面那個 對 傑克 不用問他聽不懂 傑克要那個 請你問 歡迎 你問你問傑克 傑克 如果我看到一件衣服 好漂亮好適合我 你會讓我買嗎 我一定會讓你買 因為不好買 沒關係 難得啦 難得 難得 真難得 我只要體貼 體貼他也不行 蛤 對 對不對 你要這句話 就夠了 傑克來到台灣 只學了兩個中文 一個是好 一個是太輕就好 就夠了 哇 精靈咧 對啊對啊 你自己咧 我跟你說其實像你剛剛很體貼 但是我覺得體貼有時候會害死人 因為在泰國很熱 但我老公就想說他要幫我刪封 因為他覺得我很熱這樣 沒錯 胖子怕熱 然後孕婦更怕熱 我跟你說我老公他刪 借我一下 嗯 欸你演我好了 譬如說我在 你走在路上 我老公就怕我熱 他就這樣 你說你活不活 然後好不然買了兩罐飲料喔 他就飲料這樣拿 飲料很冰對不對 是 然後他想要讓你推了 但他就這樣飲料這樣 你說你活不活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進到電梯裡頭 因為那時候已經懷孕了 他覺得要保護我 那電梯有時候很擠 比方說這裡是牆角好了 是 這裡是牆角黏我對不對 他一進去就很多人 然後你就站牆角 然後老公就覺得他要保護我 然後就整個屍這樣 你說你活不活 我就覺得 你往遠一點我 讓死了 太誇張了 如果今天是捷克這樣 擋著你咧 喔 捷克 喔 可以 人家古代人喔 出門都還要看日子 不然為什麼會有農民力嘛 對不對 對 除了天時地利 出門真的要人和 好不好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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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